好我们继续啊 最后我们讲一下所谓的自己关注自己 什么叫自己关注自己呢 大家想一下 还是回到我们首页的这个需求里面来 所谓的需求分有两部分 就是我们展示列表的时候分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自己的微博 第二部分是我的关注人的微博 对吧 比如说我关注了一百个人 那这一百个人的微博要呈现出来 其中还有掺杂了自己的微博 所以说这就是两部分数据 而且两部分数据要融合起来 不能说上面是自己的 下面是我的关注人的 对吧 它是融合起来的 比如说它是整个一块的 然后随着这个时间的顺序 一个一个排列 虽然说我们可以分为两部分 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整体 所以说我们查询的时候 得需要查什么呢 就是得需要查一坨数据 整个数据 然后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是自己的微博 或者说自己关注人的一个 对吧 这是个条件 而且是我们要三个比较联系的查 这样的话呢 就使我们的这个查询 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 如果你写SQL语句呢 可能还会好一些 但是你如果是用我们说的这个SQLize 去查询 就会变得异常的复杂 因为SQLize它本身 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固定 比较简单的那种查询方式 不像SQL语句那么的灵活 所以说我们写起来呢 不是太好写 所以我这儿呢 就做了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点 而且复杂用极低的一个情况 就需要自己关注自己 那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首页里面的条件是 原先首页里面的条件是 自己的微博 或者自己关注人的微博 对吧 这两个都要 如果是我现在改成 自己关注自己了 也就是说 我成为自己的关注人了 那这样的话 首页的条件比较简单了 首页的微博 就是我关注人的微博 就完了 因为我自己也在 我的关注人里面 这样的话就简单很多 对吧 那好 那我们就试着做一下 就是在这个用户 在service里面 用户创建的时候 在create user里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就是它创建完了用户之后 创建完了用户之后 我们就需要来一个 叫做 自己关注自己 这个地方是为了什么 为了方便首页 获取数据 好 因为自己关注完自己之后呢 我首页只需要获取 这个关注人的微博 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自己也是自己的 关注人了 然后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把这个 without 然后把data往前移 把data复制成 without叫data values 最后我们返回这个data 这样的话 然后这个地方 就可以用了 自己关注自己 我们在userrelation里面 看一下 我们可以用这个 叫做 add follower这个方法 把自己的rd和自己的rd 反正都是自己 对吧 看上去就行了 那add follower 这个地方前面应该去 用一下 在这个user userrelation这里面来 add follower add follower 然后 add follower id就是自己的id 对吧 然后这个关注的id 也是自己的id OK 那这就是自己 关注自己 那保存一下 我们试一下 正好我们刚才 已经重置了数据库了 对吧 数据库 重置完之后 那肯定收入空的 那我们就注册 比如说我们注册个章3 一码123 123 好 数据成功 请登录 然后章3进来之后 123 OK 我们看个人主页 好 个人主页里面 这个章3的粉丝 有章3 章3的关注人员 有章3 比如说这就是我们 自己关注自己的 一个效果 是吧 当然这肯定是个bug 对不对 你显示的时候 你数据库里面 你得有自知关注 但是你的显示的时候 你不能是这个地方 显示出来 所以说 接下来我们要 把这两个隐藏掉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数据库里面 就在relation里面 我们看一下 有个userID是1 followerID是1 也就是说是 自己关注了自己 对吧 那我们再继续注册一个 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稍微宽一点 就显示正常了 退出登录 注册一个李四密码 好 然后李四登录 大家看个人主页里面 是吧 有一个粉丝就是李四 对吧 关注关注者也是李四 也就是说 自己关注自己了 那我们李四去访问 张三的页面 我们关注一下张三 好 我们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张三的粉丝里面 就有李四和张三 关注人是张三 对吧 李四的主页里面 粉丝是他自己 关注人是他自己和张三 所以说我们需要 把他这个自己干掉 这个地方两个李四给干掉 因为你在页面显示上 你不能显示 自己是自己的粉丝 是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怎么去把它干掉 就是我们再到这个 service user relation这里面来 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get users by follower 和这个get followers by user 就是获取粉丝列表 和获取关注列表的时候 我们去把这个事情给做一下 OK 那首先是获取这个粉丝列表 你获取粉丝列表 我们是通过followRD 去进行的 对吧 我们这个wire条件是followRD 然后呢 我们需要再加一个条件 叫什么呢 叫userID 那 userID followRD 比如说我们获取李四的粉丝的话 这个followRD就是谁的 就是李四的ID 对吧 那userID呢 就是李四的粉丝的ID 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个条件 就是让这个userID 不等于李四 比如说我们通过李四的ID 获取粉丝 获取出来的所有的粉丝 我们看一下 他的userID 让他不等于李四 明白吧 那我们到时候出去 后说一下这个事情 好 比如说我们要获取这个followRD 是1 1是张3 对吧 我们要获取这个1的粉丝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followRD 的1查询 查出来这个userID 一个是1 一个是2 对吧 就是两个条 这一条和这一条 userID1肯定是他自己 关注自己吧 所以说我们就再加个条件 userID不等于1 对吧 比如followRD等于1 按照userID不等于1 那他查出来 就是这一条了 对吧 比如说是李四关注了张3 自己关注了自己 这一条就被过滤了 对吧 就这么一个意思 比如说followRD等于他自己 然后userID 我们弄一个不等于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写一个 要不等于谁呢 followRD OK 这个写法其实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地方模拟的这个followRD等于 userID不等于 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对吧 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就是1 对吧 好 那我们再不过多解释了 这个问题在于这个不等于该怎么去实现 对吧 怎么实现呢 我们看一下 用这个sacralize呢 我们应该这么去实现 应该去引用 引用sacralize 然后它里面有这个不等于的表示方法 我们这个地方需要一个中文号 中文号呢 是一个symbol类型 symbol类型 sacralize.op op就是操作option 然后en en就是not equal 就是不等于 对吧 就是sacralize. 不好意思 option.not equal followRD 好 这就是不等于 对吧 这就是不等于 然后呢 比如说 当前的关注者的RD是什么 把条件查出来 查出来的同时 按的一个userID 就是查出来的粉丝RD 不等于当前的关注者的RD 也就是说 他不能是自己关注自己的 不能是自己的粉丝 明白吧 OK 我们看一下 没有报错 我们刷新一下 好 这个时候粉丝 看粉丝就没有了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张三的 张三的粉丝 张三的粉丝也就是收了理事了 对吧 他自己已经没有了 好 这是粉丝 粉丝完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关注人 关注人也是一个道理 我们先把这个不等于 给靠一下 查关注人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userID等于谁 等于 然后完成之后 我们还要加一个followRD 比如查出来的关注人 他不能等于自己 对吧 一个道理 我们再演练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查这个2 userID等于2 就是理事的关注人 对吧 理事的关注人查出来是两条 那我们再加个条件 叫followRD不等于2 他找出来就是一条 就是说自己关注自己不算 对吧 OK 保存之后 我们再去刷新一下 大家看 张三这个界面 粉丝只有理事了 关注人已经没有了 然后理事这个界面 粉丝也没有了 关注人只有张三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数据库的 这个查询条件 一下子就把这个事情 给限制住了 在这个创建用户的时候 加上自己关注自己 通过这两个方式 一做之后 没有什么副作用 然后我们手机的这个查询 就会变得简单很多 我们手机的查询 只需要查询 我的关注人的 微博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条件就简单了 我们实现也已经好实现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边 大家就要捋过来 OK 那没问题呢 我们就把这个代码 提交一下 再来对付一下 OK 首页 数据模型 好 这个做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 这个首页的一些模板 和一些路由 该怎么开发了 接下来就正式 共同开发的阶段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